在2018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来自多彩世界的明天 女主的奶奶变成了美少女高中生 还和女主一起上下课 如此神奇的剧情 你确定不来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高中生二年级的月白铜妹 在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色觉 她无法享受美丽的烟花 这导致她开始躲避她人 封闭内心 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异样 而试着色觉跟她是魔法使的墨艺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铜妹有些抗拒魔法 在烟花大会的这天 铜妹的奶奶琥珀 突然用时间漏斗将铜妹送回了60年前 没有告知原因 当铜妹从时间列车出来 掉进了高三三连级的葵为祥的家中 铜妹有些不知所措 都从地不敢出声 只有从葵的房间翻窗而逃 她翻窗的这一幕正好被葵的好朋友胡桃和浅聪看见了 二年便以为是葵的女朋友 诸多巧合让铜妹在这二年的帮助下 找到了魔法屋 也就是她60年前的奶奶家 此时的虎铺奶奶正在流学还未回家 铜妹便先住了下来 之后铜妹发现 自己把家中的蓝铜石丢在了葵的家中 一大早去寻 正好看见了葵拿着她的蓝铜石 就跟了过去 铜妹最过去时 她正在画画 不可思议的是 铜妹在那段画中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色彩 随后铜妹向她解释说 自己是被魔法送到她家 葵也没有多追究 便把蓝铜石还给了铜妹 而在第二天 铜妹被送到南丘高中上学 却发现自己和葵一个学校 铜妹正好和浅聪同伴 同学们都对作为魔法使得她感兴趣 又听说她是葵的女朋友 这让葵有些烦恼 便请铜妹施展魔法 向大家澄清是魔法 把她送到自己家 铜妹虽然想这么做 可是她却发现自己没办法施展魔法 工具中充满了尴尬 放学后 铜妹在楼顶找到了葵 她请求葵再让她看一眼那幅画 那幅向她灰暗的世界里 设计了瞬间光芒的画 在她离开前 葵也说希望铜妹能再施展一次魔法 因此铜妹决定开始学习魔法 浅聪 胡桃和葵 她们都是摄影美术部的 社团能源担保 所以她们乐情邀请铜妹加入社团 铜妹想看葵的话 想看到多彩的世界 于是便参加了她们设的路设初体验 她们部分准备了拍摄水池模特的活动 才管制很多 但是模特却突然不在 于是胡桃就请求铜妹委屈当一下模特 他们让铜妹吃水蓝色瓶子的行杀 便可以在水上行走 铜妹看不见颜色 水便吃了一瓶 结果半路落水了 直到这时 葵才发现了铜妹不能看见颜色的问题 孟无法想象只有灰色的世界 于是开始在一起铜妹 虽然发生了很多尴尬的事情 但铜妹还是决定面对朋友 面对魔法加入了摄影美术部 铜妹的奶奶琥珀从外国留学回来了 和铜妹同班 琥珀回来后 用魔法带同学们亲眼看见她留学的学校 中途却出现了一辆火车 把教室搞得无言张继 这档琥珀回来第一天就写了个检讨 琥珀知道那火车是铜妹无意中变出来的 可见铜妹拥有着强大的魔力 第二天晚上 琥珀跟着铜妹参加了社团的夜景拍摄活动 第一点是学校 铜妹听说学校以前闹鬼 便死活不肯去学校楼顶 蛇人千草便留下来陪她 恩恩在楼下打闹时 铜妹使得个幽灵魔法 把人给吓到了楼上 铜妹便问铜妹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铜妹的回复是 大家开心就好了 她的宗旨便是 用魔法带来许许多多幸福的笑容 两人交谈时 铜妹收到孙女这个词被大伙听见了 于是铜妹便让铜妹大方地 跟他们坦白身份了 这后铜妹和湖泊一起使用魔法 在天空画出了火车 让夜景拍摄更加美丽 湖泊觉得很有趣 并也想加入摄影美术部 社团改名为魔法摄影美术部 社员简松喜欢青梅竹马的社长神锤匠 但神锤匠在一次偶然看见了练习魔法的铜妹时 心里便开始注意起了她 在简松参加湖泊的占卜活动 拿她占卜爱情运势时 湖泊却说简松的爱情运为零 而且随着情敌的出现 心上人也会离她越来越远 这天要在湖泊家举办社团的迎新派对 简松先拿了亲手做的饼干去 跟铜妹说起了山炊酱 简松从小就很内向 一直是山炊酱带着她玩 这时山炊酱他们都来了 大家一起吃东西 之前铜妹在得知葵 想要画出更好的画的魔法星沙 于是铜妹便决定 亲手制作她的第一瓶星沙 铜妹做了很久 练习了无数次 才做成功 在这天派对上 她私下交给了葵 这意味着山炊酱终究 却对前途迷茫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画下去 当她看到自己的画对铜妹来说如此珍贵 又有了画下去的想法 这意味着葵用了铜妹做的星沙 变出了美丽的星空 还有一只金色的鱼 挑进了葵的画板 这条鲸鱼跟她小时候第一次获奖的作品一样 偶尔也会出现在她的画中 铜妹看见过这只鲸鱼从葵的画中飞出 将色彩带给了她 湖泊也无法解释葵 会看到鲸鱼的原因 第二天魔法摄影美术部全体成员一起外出拍摄 结束后 铜妹远远地就看见了葵在埋头画画 她看起来很是心烦意乱的样子 铜妹还没有靠近 就再次看到那只鲸鱼从她的画板里飞出 将铜妹带进了画的世界里 铜妹走进区域发现里面都是杂乱的涂鸦 她看到那只鲸鱼被尘封 有个黑影正在混杂的颜料池里 不断地捕捉着做不到的鱼 铜妹这是无意识地用魔法激怒的画力 最后幸好被葵给叫醒了 铜妹想帮助烦恼的葵 但葵就觉得她多管闲事而生气离去 因为她的生气 铜妹很是失落 活泼则开导她说 走得太近就要被刺伤 努力寻找对双方斗为能的距离吧 很显然葵的心事不愿与人分享 几天后的某个雨天 铜妹撞见了正在和女性朋友道别的葵 铜妹立马转头就跑 发现铜妹的葵立刻追了过去 经过几天的冷静 葵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态度 于是变认真地对她保证 我会画的 灯心的这张画画完以后 我想给你看 因为葵的不再迷茫 困在画里的鲸鱼被释放了 画里的世界重放光彩 开心的铜妹在回家的夜车上 看到了遨游的鲸鱼 鲸鱼锁到蜘蛛 让铜妹看见了色彩 但是色彩转瞬即逝 说假来临 社团举行了每年一次的野营活动 胡达作为准毕业生 背考压力很大 她十分羡慕优秀的姐姐 为自己找不到 特别擅长和喜欢的东西和烦恼 同媒先查去到了胡达的异样 想方设法地去鼓励她 一直以来 暗恋胡达的鲸鱼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让她开心 告诉她不要着急 神奇自然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湖泊帮助同媒一起寻找 能够看见色彩的奇迹 湖泊认为这跟葵有关 于是湖泊当恶人 已经做了很多实验 但并未成功 这个时候家 湖泊一直在练习时间魔法 一直练习 就为了能够在同媒想回去的时候 可以负起责任 送她回去 之后有一天 社团成员一起外出拍摄 同媒已经变得更加开朗 拍摄的照片 也更有生气了 湖泊询问同媒是否想回去 同媒在思考了一天后的回答 是真的好想留在这里 几天 山吹匠约同媒周末的时候 一起去拍摄照片 同媒答应了 山吹匠约马上毕业了 所以她不想留下遗憾 想对同媒表达心意 山吹匠将将自己的想法跟葵说了 等周末 山吹匠约真的教同媒摄影技巧 到了半晚分别时 山吹匠勇敢地向同媒 提出了和她交往的请求 同媒背着脱脱起来的表白吓坏了 慌忙逃走 她很是痛苦 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山吹匠 才不会伤害她 山吹匠约认为自己被甩了也很失落 期间浅忠发现了山吹匠 向同媒表白的事情 她痛苦地请求同媒好好回复山吹匠 不要伤了她的心 同媒最终正视地 以她有清新的人为由 拒绝了山吹匠 山吹匠也坦然地接受 她遭天空大喊 来释放自己的不甘 并不知道情况的浅匠 很伤心地请假的社团活动 同媒找到她时 她忍不住说出 自己喜欢山吹匠的事情 浅匠虽然知道 这不是同媒的错 但还是心有不甘 甚至埋怨 为什么是同媒 不是她 同媒不愿意失去 这第一个教导的朋友 勇敢地喊住了浅匠 两人一起吃的甜品 把心灵话说开 就又和好了 很快文化季要到了 虎伯讲出了一个节目 就是用魔法 把她夹在金奎的画里 这样同媒也能看见色彩 试探这个魔法 需要同媒来 所以同媒不断地练习着 这个魔法 终于到了实验的这天 社团的大家都进入了画里 在画里 葵被监狱吸引到了 一片黑暗的地方 在那里见到了 封闭自我的 小时候的同媒 葵出来后和同媒提及 同媒便告诉 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同媒的妈妈 不能使用魔法 而内心煎熬 因为她是 代代相传的 月白家族的首例 但是同媒却能用魔法 最终 同媒的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导致同媒认为 是因为她在妈妈面前 使用魔法 戳中了妈妈的痛点 开始自责 最后 她格外地讨厌魔法 现在 同媒因为葵 而再次喜欢上了魔法 这天 同媒在社团突然消失 又突然就陷在另一个位置 一旁的琥珀 明白这是因为出现了 时间夹缝 时间魔法 没有永恒的约束力 会受到历史修正力的影响 最终导致同媒 同媒在抓紧时间准备时间魔法 想要尽快将同媒送回去 同媒得知后 第一担心的 却是她回去后 就再也看不见色彩了 这天放学 同媒直接消失在葵的眼前 大家寻找了半天才找到她 将同媒送回去 已经刻不隆缓了 所以 琥珀请角色团的大家 一起收集时间魔法要用的高级星沙 同媒有些不知所措 她舍不得大家 更是舍不得葵和她的话 这天夜里 同媒打算用魔法 将纸飞机送到葵的房间 她发现有一只纸飞机飞得很低 本以为是轨迹不对 但就在追赶的时候 想遇了同样追来的葵 同媒没有犹豫 直接报警的葵 他们都很想念对方 同媒决定寻找来到这里的意义 奶奶没有告诉她缘由 于是 她重新去学校 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文化季 文化季的这些天 金楼花的同学们都很喜欢葵的画 同媒和葵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两男都很想告白 但是都没有勇气说出口 拼格的牵手 也让同媒很满足 等到文化季最后一天的夜里 我拨和同媒一起用魔法 为大家送送了烟花 大家都很感谢他们的魔法时 同媒的内心感觉很温暖 是幸福的感觉 这时 同媒在看烟花 竟然看到了烟花的色彩 同媒吸气而气 现在同媒唯一的留恋 就是她爱的人 葵 可葵已经做好了以后 会无数次想起 大家刻苦铭心的痛 回忆五彩斑斑的同媒的决心 这一夜 大家一起送别了同媒 到了葵告别同媒时 她还是没有办法说出真心话 可这时 魔法时空突然作乱 葵也阴障阳错地 侵入了同媒的精神世界 两人互相说出了心理话 原来 葵在认识同媒之前 已经打算放弃画画了 但是 同媒当她在灰暗的世界 有了光芒 让她决定继续画下去 互相说喜欢的那一刻 同媒打开了被自己冰封的内心 重新看见了色彩 他们两人是回想救赎 最后同媒顺利地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奶奶还是原地等待的同媒 对于同媒来说 这一趟时间旅行 让她的冰天 让她的世界变得多彩起来 故事结束 其实这本来是一部青春群像剧 动画中也给到了很多 关于浅聪等人的情感描述 但是用来解读 就只能抓重点来讲 同媒跟葵的相互救赎 只能让人内幕 因为他们虽然救赎了彼此 却无法牵手走在一起 这种未疼的结局 也是够让人讨厌的 不过这能就是一部 绝对的治愈佳作 最近很是普通 但在当人看的时候 就是会被触及心中的揉乱 而我知道 也有很多人会无感 毕竟公民是需要建立 在感同身受的情况下 而让人对这部动画 产生喜爱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这美轮美奂的画风 三生提不及前作 来自风鸣浪静的明天 可在看完后 我能就愿意 给这部续作打上高分 我会在最近将前作 进行解读 另外有人总说 葵就是祖母的丈夫 这是一部 祖母绿的牛头人作品 可我没看错的话 祖父不是另一个人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认为葵 就是同媒的祖父 有没有人 能给我解答下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酒精的男孩 能为下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个拜托